主啊 今天呢 因为你是我的主嘛 今天只有我 我知道你的美意 然后我确定我现在走的路 虽然我不完全 但是我现在走的路 我确定我是行在你的美意 我是正在顺服你的 够了 我喜乐了 我心里没有责备 心里没有控告 因为我知道我顺服主了 弟兄姐妹 我再次奉主耶稣基督名 跟各位说 没有一个喜乐 是大过 主啊 我现在知道了 你的话语之后呢 我怎么知道 我懂的不是观念 当我能够行出来 主啊 当我行出来的时候 证实我真信了你的话 不管你听什么心灵的信息 这个心灵 那个心灵 这个这样这样 但是最后你还没有做出来啊 就是还是观念 对不对 最后你还不传福音 最后你还是不分别为圣 你的钱应该怎么管理的 不管你认识什么 钱的原理是怎样来 我们多给神 神多给我们什么 先求祂的国 祂的一切都加给哈利路亚 但是没有奉献 钱还是自己的 这是我自己赚 我自己用 都是这样呢 对不起 那是你的观念 这是知识 这就这么简单 我后来发现啊 你怎么知道你得到圣灵的能力了 我非做不可 我非做不可 我非顺服不可 我讲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就结束吧 如果我跟我的女儿说 Mary 你去整理你的房间 现在去 这是我的话了 她去了 五秒钟回来 爸爸叫我整理我的房间 她五秒钟回来跟我说 不是去整理 爸爸叫我整理我的房间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回应给我什么意思啊 你repeat给我什么意思啊 我可以用希腊文也可以跟你讲 我可以用希伯来文也可以跟你讲 爸爸叫你整理你的房间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问题是你整理了你的房间了吗 她跟她弟弟一起商讨 我们一起商讨 怎么整理房间 我们还商讨 这边整理 那边整理 这个角度整理 那个整理的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整理 你们商讨完了吗 开会完了吗 聚会完了吗 那最后有没有整理 还是没有整理 各位理解我现在讲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信徒 现在读圣经的样子 神的话说了 身心灵生活 人际关系 经济 你们的时光 你们的事奉 你们要怎样做 我们都懂 三十六课 这边那边全部懂 那个道理 那个神学 希腊文 什么希伯来文 全部懂 然后一起开会 懂了 最后没有传福音 最后什么都没有做 该要分别的不分别 该要放弃的不放弃 该要跟从的不跟从 各位这是什么 圣灵的能力啊 所以干脆 整个三十六课 撕掉 不掉 干脆 我的意思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还没有做出来之前 还没有做出来 你知道 还不是真正 在你心灵里面的大能大力 还没有做出来 阿们 上帝祝福大家 教各位 领会恩典 然后成为刚强壮胆的人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